我们要去做 first principle 我们要去准备调查 y 所以我们把第二次减去第一次 所以第二次的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去把它展开出来 左边哦 y-y就不见了啊 剩下调查 y而已 左边就只剩下调查 y 又不要把这个展开出来 所以我会有展开出来会变成 x 平方加2x 敲叉 x 加 敲叉 x 的平方 ok 减2x 减2 敲叉 x 加1 把这东西剪掉 所以把框构打开 负变证啊 所以我就会有 -3x 平方加2x 减1 ok 这时候我们把它沉进去 开始做加减了啊 3乘上 x 平方 ok 3乘上 x 平方 他会跟后面这个-3x 平方 抵消掉变成零 一加一减 好哎 然后这边的-2x 跟加2x 一加一减 加1跟-1 一加一减 所以剩下的东西只有三项哦 一项 两项 三项 ok 呢我们把它拿来沉进去 所以我就会有3乘2是6x 敲叉 x 加3 敲叉 x 的平方 -2 敲叉 x 好这时候我们找到挑叉 y 了 我们要去准备我们的第三个步骤 可以找挑叉 y 除挑叉 x 哎使用的方法是 除挑叉 x 可以我们对这一整个方程式啊 可以我们对这一整个方程式去除挑叉 x 除了这个方程式 好 所以这时候我的右手边开始越减啊 这边我就可以把 调查X跟调查X越掉 调查X跟应该X越掉 调查X跟调查X越掉 我剩下的东西就会是6X加上3 调查X减2 可以到这边 我们就找到调查Y除调查X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先跟大家稍微再解释多一次 我们做这些步骤的目的啊 首先我们在这个曲线上面随便找一个点 他叫做XY 然后在这个点的旁边找另外一个点 他叫做X加调查X还有Y加调查Y X加调查X和Y加调查Y 然后我们用这两个点去找他的斜率 我们的目标是要找调查Y除调查X OK我们目标是要找这两个点之间的斜率 所以这两个点之间的斜率调查Y除调查X 目前为止我们做到的进度是 他叫做6X加3调查X减2 OK找的步骤就跟上面讲的一样啊 先写出来然后2-1然后除调查X 哎我不是只有跟你讲要找哎 我连怎样找都跟你讲了啊 找调查Y就做2-1 找调查Y除调查X就除调查X OK啊好所以做完这个步骤之后哦 哎对哦哦没有好 做完这个步骤之后哦 可以做完这个6X加3调查X减2 做完这个步骤之后 我们的最后个步骤就会回到我们学 perc 学Differential的步骤 可以我们跟大家讲微分的概念 是当调查X趋近于0的时候 调查Y除调查X会变成Dy by Dx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个题目的 最后一个步骤啊 我们的写法是这样 OK我们的写法是Dy by Dx哦 它等于 limit 敲差X趋近于0 敲差Y除调查X OK我的 Dy by Dx其实是这样子来的 OK啊 然后这个limit我们上次有讲过 它意思就是呃让调查X变0哦 可是它不是直接等于0的啦 它是让它慢慢靠近于0的 所以这边我们limit 敲差X趋近于0 6X加3敲差X-2的这个过程中 中间这个就会变成0 所以我们最后答案就会只留下6X加2 OK这个就是我的微分的结果啊 可以我把这个曲线切小小个之后的结果 可以叫做6X-2 莫宇恩 专心 好不好 什么 专心 你的你的脸上面写着我正在不专心哎 还敢笑啊 在笑啊 对啊 当然看得到啊 他脸这样明显 只有预赚才抓不到 一整天 一结束绝课被cue3次好 第三题 OK 第三题的题目跟第二题的题目不一样哦 就描述上面哦 第二题目第二题的题目是告诉你Y是这个 然后要求你用first principle去找Dy by Dx 对第三题的题目是 要求你去做这个东西的微分 我要求你去做X乘上6-X的微分 differentiate 指的是微分啊 然后哎 他叫你微分哦 他一定要跟你讲对谁微分的啊 不然他也知道要怎样做哦 所以他写with respect to x 意思就是对X微分 get 3X微分 所以现在我要去做这个东西的微分哦 比较快的方法是 let y 等于 X乘上6-X 然后把它变成6x-X · 才可以去做微分 还可以去做first principle 你不要用这样子做哎 不要用这个做啊 用这个做超麻烦的 先乘数还是先才做 所以不要用这个作 好 所以用这个做的话 我就会有 y 等于 6 x 减 x 平方 还有 y 加乔叉 y 等于 6 乘上 x 加乔叉 x 减 x 加乔叉 x 的平方 第一次 第二次 假水这里我们做的是第一个步骤哦 什么了啊 好 x 变 x 变成 x 加乔叉 x y 变成 y 加乔叉 y 第二个步骤请大家去找乔叉 y 可以找乔叉 y 的方法是拿第二次减去第一次 可以所以请大家坐下看这个找乔叉 y 的过程 动作快 快点 我们今天一节免一节后天两节后天都不能进得到第五章吗 后天李山都不能进得到第五章吗 后天李山都不能进到第五章哪里哦 其他老师没有上课你就去讲 我是有代课单的勒 ok ok 哦 你讲到很像我去刺别人的结这样 我没有去刺勒 我是拿着代课通知单 进到别人的版里面 堂堂正正的上课 你竟然讲我吃吃他们的结 你信我吃你等下下课吗 不用啊 谢谢你啊 不用哦 是哦 我看你是要多一次测验给你爽一下啊 不用啊 谢谢你 我不要我已经打算要出测验了 我等下加乔叉我就出好看 完成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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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凯学应该会回应该会回啊 就算没有回也是轮流回啊 到时候记得要剪头发哦 给你知道我在讲你了 对哦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你啊 记得要去剪头发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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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